我想請問老師剛剛您所演奏的是一個怎樣的曲子 當時您剛在演奏的時候的心情又是如何 感覺上好像有情後短 情緒好像比較沉醉的感覺 後面比較激動一點 那會不會來幫您做個小小的道理 它顯示,作為聖誕歌手 您將會表現的状況 將會表現的状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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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否介紹一下小的歌曲 你剛才演奏的歌曲 我需要發揮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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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甚至照片 在印度上我們有… 我需要發揮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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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無法發揮一些照片 我無法發揮一些照片 對… 非常高的照片 我需要發揮一些照片 但我都需要發揮的9個月 但我一年沒有發揮一些照片 我沒有想要看 午4個月 我沒有認知 所以我要發揮一些照片 然後等到6個月 然後在晚上 你還不想要吃這食物 我们的音乐同样,只有在那种特别的时刻和季度上。 這個傳遞 這種傳達呢 是要依照他當時 他所處的那樣子的一個這樣的環境 來去引導他的 他就打了一個比方 譬如說我們都曉得有米其林這個餐廳 米其林餐廳要去吃得到這些餐廳 你可能必須要六個月 甚至一年以上去定位 可是你六個月一年以前去定 定了這個位置 可是你也許六個月一年以後 你並不想吃這個食物 在當天你定了那個當天 你突然覺得說我今天不想要吃 這樣子的一個食物 所以說和他們也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所以他沒有辦法 像他去了很多國家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先把您的那個要表演的曲目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沒有辦法 他必須像他現在 他可能還不曉得明天晚上 在那樣子的那種情境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那種感覺 他都還沒有決定他要做什麼樣的演出 如果剛剛老師所演奏的 覺得的親近可以讓他到一個前後代表演 很多人對印度的音樂有一個既定的觀念 會覺得說印度的音樂好嚴肅 而有一些人會認為印度的音樂好療癒 有心靈方面的這種感覺 而很多人會覺得說印度音樂都是那種很悲傷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就透過這樣的一個樂音來告訴你們他的故事 所以他就透過這樣的一個樂音來告訴你們他的故事 所以在我的生命的過程當中 我的確有感覺到悲傷的時候 有的時候並不是那麼開心的 有的時候並不是那麼開心的 有的時候有那種羞辱的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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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時候有那種情緒很低潮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的時候充滿了愛的感覺 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惡的 humor 慕惱 嫉妒 美 就是我經濕的肺乎 我去欣賞吸馬拉雅的美景 然后在高山上头的河流流过的这样的声音 然后这些季节导致的这些景色的这种色质上的变化 所以当我演员 你应该听到这些东西 不仅仅是靈性 不仅是不幸 对于无论相对只幸せ的 当你在听我的音乐的时候 你感受的不应该只有这样的点 单独的点像 是只有感受到什么哀伤 你感受到这个开心 实际上它是一个混合体 里头都有 当我演唱的 你作者是同时的一面 因为我当时所有的一面 没有一直到过来 所以观众也是一部分的創作 所以作为一个音乐会的演出者 观众也实际上会影响到演出者 它也是这一个风景的一部分 所以它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现场观众的一些 不管是表情或是什么 都会影响到它 OK 谢谢 谢谢 他跟那个拉比香卡 有没有什么 他对他的评价和看法 你有什么讨论吗 拉比香卡 对你有什么讨论吗 对 一位一位最大的艺术艺术 他在中国的艺术艺术 他在写中的艺术艺术 他在写中的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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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对他有一个很崇敬的这样子 这种敬意跟这种的爱意 这是来到台湾的感觉 How do you feel the third time in Taiwan? Well, I enjoy being here. That's why I'm back here. It's very, how do I say, very vibrant. There are so many younger people who have open minds and open hearts and I want to accept and see different things and different music from the world.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rom my point of view. 开放他们的心胸去接触一些很新的吸引的事物 所以他看到他非常乐见的这样的现象 你知道应做应该倒是要坐着盘 跟坐椅子跟坐在地盘上盘的那种感觉吗? 所以原則上,他們都是席地而談的。 第二个,我的乐器是世界上的交流 我无法尊重它,在一个坏地上 另外呢 我的乐器对我来讲呢 它是和外界沟通的一个工具 所以因此我对它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所以因此我不会让我的这么珍贵的乐器 放在一个不是很洁净的一个地面上 exactly is the same way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f I was in Europe or America but in Taiwan it is easy because when you go home 99% you take your shoes off and then go into the house so it is like playing the sitar on the sidewalk or on the street maybe not a good idea 所以说如果要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席地而弹奏的话呢 就好比我们就在路边 住在路边谈的那种感觉是一样 if they have no question this is great we can all go back to sleep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